昨天下午打了高端疫苗 然后就觉得人很不舒服 就头晕胸闷心剂 然后有时候会很喘 打完高端疫苗 身体竟然出现胸闷心剂 周先生说他27号下午两三点左右 接种高端疫苗过了短短30分钟 身体突然出现不适感 挂急诊咽血 却被告知疑似血栓的指数标高 血栓检测出来已经超标很多 我到正常值是500 他就说我到2700多了 周先生抽血检查后发现 他的D-diamond指数 也就是测量中风栓塞的反应指标 数字竟然标到2719 比正常数值500以下高出5倍多 医师也开力预防血管栓塞的 阿斯P0给他服用 就是我没有三高的问题 对啊我也没有心脏病的问题 奇怪的是周先生才41岁正值壮年 过去也没有三高慢性病或心脏病史 询问院方初步检查没有肺栓塞 不过据了解周先生曾在8月中开过刀 也不能排除是这个原因导致指数标高 再确认一下是不是有这个通报 目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指挥中心也不敢大意 等接获疫苗接种不良反应通报后 会再进行了解 不过专家初步认为关联性不高 因为高端是采用次蛋白疫苗 过去在使用蛋白质疫苗上 并没有传出类似的血栓个案 这次事件到底是巧合 还是跟疫苗有关 还得调查才能断定 TVN新闻王熙堂 吴树梅周萱 是美事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